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继续咱们的铁血战士系列 这一期呢 给大家带来的是 上映于2010年的铁血战士S 又名终极战士团 男主罗伊斯从昏迷中苏醒 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万丈高空 而且还在急速下降 出于本能 他赶紧按下声前的降落伞开关 谁知关键时刻 开关失灵 连按几下都没有反应 就在罗伊斯以为自己这下要一命无辜时 谁知 降落伞突然打开 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后 罗伊斯坠落在地 巨大的冲击让他晕了过去 醒来后 罗伊斯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动静 一个手持双枪的大毒枭从天而降 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 双方僵持着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突然又有一个人掉了下来 不过由于没有及时打开降落伞 他直接摔死在了罗伊斯和大毒枭面前 正当两人庆幸自己还活着时 枪声在桌边响起 他们赶紧躲到了一旁的土队后 彼此作为掩护 罗伊斯是位经验丰富的雇佣兵 他根据子弹的数量和方位判断 袭击者应该只有一人 于是 他迅速起身 悄无声息地绕到了对方身后 罗伊斯端起枪指着男人 告诉他自己没有恶意 真正的敌人还没有出现 男人放下戒备 介绍自己名叫尼古拉 是一名车臣的特种兵 他也不知道是谁把自己带到了这里 谈话间 不远处又出现一名持枪的女子 她叫伊莎贝尔 是一名以色列的狙击手 四人聚集到一起 继续在丛林中摸索前进 慢慢的 队伍逐渐壮大 又有四个人被相继发现 他们分别是日本黑帮老大半葬 FBI的通缉犯斯坦斯 革命军暗杀队队长蒙巴萨 还有一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医生 艾德温 除了医生以外 另外的七人全都伸手不翻 可以堪称是人类的顶先强者 八人经过交流后发现 原来他们都在各自做着手头的事情 突然眼前闪过一道白光 接着他们就失去了意识 醒来后 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一片热带丛林 罗伊斯提议 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前 大家暂时抱团组队 一起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 众人觉得有道理 便纷纷跟在了罗伊斯的身后 途中 尼古拉看到了一朵色泽鲜艳的野花 忍不住想要伸手触摸 好在医生及时发现将其拦下 医生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 然后在花瓣上轻轻刮去 他指着上面粘稠的液体 告诉尼古拉 这是花叶 里面的剧毒物质 可以在短时间内麻痹人的神经 严重起来更会让人直接瘫痪 尼古拉对医生的救命之恩 表达了感谢 小插曲过后 大家继续前进 紧接着 众人来到一处平坦开阔的岩地 伊莎贝尔叫住了罗伊斯 他将一根带有磁性的小铁针放在树叶上 只见树叶飘浮在水面上 不停打转 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难道这里没有磁场吗 野外经验丰富的罗伊斯 意识到了不对劲 并且他也注意到 太阳的位置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而除了医生以外 他们几个仿佛是被特意挑选出来的一样 各个战斗力惊人 伸手矫健 罗伊斯不敢久留 继续前进 众人跟着他再度进入丛林 蒙巴萨不慎触发了机关 一时间各种陷阱击踵而来 摆动的大木桩 扩土而出的木锥子 大家赶紧躲避 匆忙间 伊莎贝尔差点掉下满是尖刺的土坑中 好在罗伊斯眼疾手快 赶紧把他拉了出来 晚一步 估计伊莎贝尔就没命了 紧张万分的小分队 立刻进入警戒状态 通过枪上的瞄准镜 伊莎贝尔发现不远处有一具男人的尸体 经过查看 男人的身上还带了一个本子 而他最后一条笔记的时间 距离现在也已经过去了两周 罗伊斯推测 这么大型的陷阱 应该不是为人类而设计的 这种生物一定很聪明 而且身手灵活 他不仅巧妙避开了这些陷阱 还把这个男人残忍杀害 这时 蒙巴萨突然看向对面的树干 隐约间 他总觉得那里有个东西在监视着它们 可是盯着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来 这时 画面切换到一幅热成像图 几人的行踪 全都被一种不明生物密切监控着 随着几人走出丛林 眼前的景象 让众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只见天空挂满了大小不一的星球 头顶上方 有个蓝色而美丽的星球 毫无疑问 那里就是地球 而他们现在身处一个未知而又充满危险的星球 罗伊斯觉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赶紧逃离这里 多待一分钟 危险也会随之增加 他鼓励大家迅速行动 一起寻找出口 小分队成员们拿上武器绷紧神经 在丛林中努力搜索着逃生出口 忽然远处传来嘶吼 随着声音越来越近 众人看清 一群身上长着尖刺的猛兽 正张牙舞爪地冲向他们 大家毫不犹豫地去枪扫射 几只冲在前头的猛兽被直接打爆 可是 怎奈对方的数量实在太多 小分队有些招架不住 纷纷开始各自逃命 成员们被冲散到了各处 落单的伊莎贝尔被一只猛兽堵住 他赶紧连开竖枪 不过 这显然没有对猛兽造成太大的杀伤 走投无路的伊莎贝尔准备举枪自尽 就在要抠下班机的那一刻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哨声 猛兽停住脚步 调转方向跑远了 伊莎贝尔放下手枪喘着粗气 探索在地上 很快 丛林恢复了平静 小分队成员们重新集合到了一起 大家稍作休息 准备整装待发时 不远处传来了大毒霄的求救声 众人循着声音的方向赶了过去 发现大毒霄背对着几人坐着 令人奇怪的是 他迟迟不转身 伊莎贝尔本想上前营救 罗伊斯一把将他拦下 直觉告诉他 这可能赤个圈套 罗伊斯试探着 扔出了块石头过去 果不其然 石头被瞬间劈开 见此情境 大家不敢贸然行动 只能默默离开 伊莎贝尔有些于心不忍 为了让毒霄死得痛快些 便给了他一枪 回忆的是 对方明明已经死了 可是呼救声 仍然不绝于二 这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播放着一样 伊莎贝尔不敢逗留 小跑着去追赶队伍 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神秘生物看在了眼里 罗伊斯向大家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这里就像是一个狩猎场 而他们几个就是被抓到这里的猎物 真正的猎人一直躲在暗处观察着他们 先前的猛兽突袭 就是为了将大家冲散 好把他们逐个击毙 听到这儿 成员们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再往前走 出现了一个类似献祭的场所 篝火还在燃烧 显然这里刚刚还在进行着某种活动 周围的树干上悬挂着数据被剥皮的生物尸体 大家拿着武器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一个长相恐怖的外星生物赫然出现在眼前 只不过此刻的它被绑在了树干上 一动也不动 尼古拉壮着胆子上前用枪戳了一下 外星生物突然怒吼 原来它还活着 大家被吓了一跳 待在原地不知所措 这时大家发现罗伊斯不见了 就在大家疑惑时危险降临了 蒙巴萨被身后的长矛刺穿身膛 还被高高挑起 突然 罗伊斯拿着枪冲了出来 原来它刚刚一直躲在暗处观察 扫射间 罗伊斯看到了几个眼睛 会发出黄色的透明生物 它下令队员快跑 自己负责掩护 外星生物展开了回击 一束束蓝色激光射向罗伊斯 接着火光冲篇 硝烟磨难 眼看不是对手 罗伊斯也只能匆忙逃命 光不择路的几人掉入盒中 另一边 真正的敌人逐渐现出原形 原来是三个铁血战士 看起来他们的体格更加高大 也更凶猛 根据他们所戴面具的不同 我们用相面 师面和阴面来进行区分 侥幸捡回一命的众人爬到岸上 将矛头对准了罗伊斯 指责他不提前打个招呼 让队友做诱饵 还牺牲了蒙巴萨 罗伊斯表示 蒙巴萨没有白白牺牲 他的死换来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他们的敌人相当厉害 会使用能量武器 还会隐身 而且数量应该不止一个 要想活着离开这里 大家必须团结起来 经过商议 大家决定发挥优势 来场伏击 将敌人一举歼灭 随后 众人来到丛林中 布置好了陷阱 等待敌人出现 可是 等了许久都没有动静 罗伊斯只好将最温弱的医生 推了出去 让他以身作耳引出敌人 很快 身后就有东西追了过来 医生吓得匆忙逃命 伊莎贝尔瞅准时机 抠断扳机 敌人应声倒下 满怀期待的众人走上前一看 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怪兽 伊莎贝尔注意到 旁边的树干上留下了一个弹孔 他忽然意识到 刚刚自己那枪其实打到了树上 眼前这个怪兽并不是自己射杀的 气氛再度紧张了起来 大家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很明显 真正的敌人就在附近 这时 一个身穿盔甲 手持长枪的隐身人逐渐现身 他将枪对准了罗伊斯的头 令人意外的是 他没有开枪射击 而是摘下了自己的面具 大家感到震惊 因为面具之下的不是外星生物 而是一张人脸 男人告诉大家 自己名叫诺兰 他是一名幸存者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个赛季 最后 诺兰将大家带到了自己的住处 这是一艘有些破旧的宇宙飞船 进屋后 他招呼大家坐下 并向小分队科普了他们的敌人 原来 在这个星球上 生活着两个不同种族的外星生物 他们虽然都被称为铁血战士 但两者却是水火不容 宿愿由来已久 每次见面 双方都会打一架 一定要分出胜负才肯罢休 被抓起来的那个 应该就是其中一个种族 属于一代 将它抓起来的是新生代的铁血战士 正如罗伊斯所料 这里的确是个狩猎场 每个赛季都会有三名铁血战士来到这个星球 并且还会有人类被带到这里供他们猎杀 通过这样的狩猎行为 铁血战士可以不断更新技能提高武力值 祭祀现场附近就停放着一艘铁血战士的飞船 但是显然这不是人类能够驾驶的 说完这些 诺兰让队员们自行方便 她要去睡觉补充体力了 队员们奔波了一天 准备好好休息一下 伴藏还在这里 发现了称心的武器 一把年代久远的日式军刀 就在大家放松戒备时 屋内浓烟四起 而诺兰不知何时竟逃到了外面 一看竟是诺兰在放火 大家终于意识到 此人来者不善 她想用浓烟将大家熏死 从而霸占队员们的武器和装备 罗伊斯试图将门打开 可是发现已被诺兰从外面锁了起来 于是她加大火力 开枪射上铁门 一时间火光四起 对光热十分敏感的狩猎者们 注意到了飞船的动静 加速奔向这里 诺兰本想逃离 不料来到飞船出口处时 正好和铁血战士一面撞上 诺兰当时就被炸成了肉块 屋内的成员们还在奋力自救 试图将铁门打穿后逃出去 突然铁门遭到剧烈撞击 一股强大的力量试图冲进门内 铁门上方出现了一条缝隙 众人屏住呼吸 等待着狩猎者的出现 令人意外的是 对方没有冲进来 在确认外面没有了动静以后 罗伊斯带领队员 从铁门的缝隙中逃了出去 大家拿好武器屏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寻找出口 途中一声不慎掉队 一个人走到了另一条通道 忽然前方泛起悠悠的蓝光 一个象牙铁学战士走了出来 医生心想这下必死无疑 没想到曾经被他救过一命的尼古拉挺身而出 开枪打伤象面后 带着医生赶紧逃跑 刚到出口象面就追了上来 他发出蓝色激光将尼古拉击倒在地 医生见识不妙 丢下尼古拉先行逃命 象牙走到尼古拉身边 将长而锋利的刀片直直插入了他的胸膛 不过他没有想到尼古拉早有准备 他引爆了手中的炸药和象面同归于尽 好在其他几名队员已经成功从飞船内逃了出来 然而众人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危险再度袭来 湿面铁学战士早已等候多时 他先从后面给了斯坦斯一炮 接着直接走到罗伊斯的面前准备发动进攻 突然没有厌弃的斯坦斯从地上爬起 死死抱住市面 还向他的胸口连刺了几刀 虽然是通缉犯 但此刻的斯坦斯却是无比应用 他大声呼喊让众人先逃走 而自己却被狠狠摔在地上 原来斯坦斯偷穿了诺兰的盔甲 所以扛过了刚刚的那一炮 然而即便如此 他还是难以逃脱热运 市面活生生地拽出了他的头骨和脊骨 高举过头顶 已是庆贺 其余几人朝着诺兰曾提到过的飞船方向跑去 伴藏突然停下脚步 他要发挥自己的武士道精神 为队友争取逃跑的时间 随后 伴藏脱去自己的外衣 拿出日式军刀准备迎战 这时英面铁雀战士现身 他也放弃使用枪炮 两人用冷兵器进行截斗 刀光剑影之间 两人打得难分伯仲 最后 伴藏大吼一声 举起军刀 怒吼着冲向敌人 而英面也会刀平坎 双方相继倒地 命丧对方刀下 现在只剩下了医生 伊莎贝尔和罗伊斯 在逃跑途中 医生不舍踩到了一个捕兽的夹子 行动困难 罗伊斯觉得 戴上他会影响逃跑进度 于是打算放弃医生 伊莎贝尔坚决不答应 他不愿丢下医生 无奈之下 罗伊斯只好独自离去 他来到捆绑一带铁学战士的地方 并和绑在树干上的这位敌人暂时交好 双方达成协议 只要罗伊斯救下对方 那他就可以乘坐飞船逃离这里 事不宜迟 罗伊斯赶紧砍断铁链 将其放下 一代铁学战士戴上面具 换上装备 在手臂的微型电脑上一番操作 成功启动了飞船 就在这时 湿面拖着一个网袋走了过来 里面装的正是伊莎贝尔和医生 湿面随手将网袋 扔进了旁边的一个深坑 罗伊斯健壮赶紧向飞船跑去 而两个隶属于不同种族 势不两立的铁学战士 一见面就扭打到了一起 武器装备更加先进的湿面 直接炮轰一代 打得对方四处逃窜 伊莱借机躲在一根树桩后面 想要偷袭 怎奈 局面还是无法扭转 在身强力壮的湿面跟前 伊莱逐渐在下阵来 湿面扯下他的面具 回到一坎正直接将一代的头颅 斩了下来 在一片轰鸣声中 飞船逐渐起飞 顺面一看 直接跑向飞船 眼看追不上飞船 一怒之下 他直接按下按钮将飞船炸毁 深坑内 伊莎贝尔和医生 从网袋里爬了出来 伊莎贝尔听着飞船爆炸的声音 内心很是忧伤 而他没有注意到 身后那个看起来十分文弱的医生 此刻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他的眼神充满杀气 然后掏出那把曾经沾过毒液的小刀 在伊莎贝尔胸前划了一刀 原来表面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他 实则是个杀人恶魔 这也是他被选到这里的原因 伊莎贝尔只觉得浑身无力 探索在地上 正当医生准备一刀解决伊莎贝尔时 罗伊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原来他没能及时赶上飞船 还不知道真相的罗伊斯将两人拽出深坑 不幸人士的伊莎贝尔无法说出一切 而此时医生已经悄悄来到了罗伊斯的身后 准备顾忌从尸 好在罗伊斯反应迅速 反手将小刀插进医生的下巴 医生的神经逐渐被麻痹 已经无法动弹 罗伊斯将医生当作诱饵 准备吸引湿面现身 他还在附近倒上了燃料 不一会儿寻找热成像图的湿面来了 看见医生脸朝下的躺在地上 湿面毫不犹豫地将尖刀插进他的背部 还得意地将自己的猎物翻过来查看 没想到医生胸口绑满了手榴弹 还没等湿面反应过来 爆炸产生的威力就将他甩到一边 罗伊斯见状又迅速点着地上的燃料 一时间火光四起 彻底扰乱了湿面的热成像功能 他分布清罗伊斯究竟在哪儿 而罗伊斯则凭借灵活的身手 不停攻击着湿面 一次次给他造成伤害 可是顽强的湿面就是不倒下 罗伊斯开始体力不支 大口喘着粗气 在热成像的显示中 罗伊斯的心脏碰碰直跳 这也让湿面迅速锁定了罗伊斯的位置 湿面精准定位后 直接反射激光给罗伊斯来了一套 罗伊斯倒地不起 湿面走上来就是一顿猛奏 危机关头恢复了一些知觉的伊莎贝尔 拼尽全力 拿起身边的狙击枪 射向了本命解决罗伊斯的湿面 虽然普通的子弹 并不能对湿面造成伤害 但局面却得到了扭转 趁着湿面分心 罗伊斯咬紧牙关 奋力起身 抡起地上的骨头 一下一下狠狠砍向湿面 不仅砍掉了对方的一条手臂 最后更是直接将对方的头 踢成了两半 战斗终于结束 罗伊斯拖着疲惫的身躯 走向伊莎贝尔 两人相互依偎着度过了一晚 清晨两人醒来 天空中又陆续出现了几个降落伞 看来 新一轮的猫鼠游戏又要开始了 这一部的铁血战士采用了向第一部致敬的模式 回归丛林战以及军事动作风 但在故事设定上另辟蹊径 人类被投放到了未知星球 可铁血战士展开了一场饥饿游戏 该部影片对铁血战士的信息进行了丰富 一是他们通过猎杀强者实现自我强化 二是这个族群也存在着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 那么铁血战士4又会构建怎样的世界观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